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大里野 今天也是出了一个全新的活动 名叫有香自吸来 这个活动是相当的好呀 观众朋友们不仅难度不高 原始还给的相当多 萌新狂喜啦属于是 那么这么好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做完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小技巧 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有粉丝私信我说 在参加活动小游戏的时候 每次都需要消耗下面一两个勺子 才能完成一个香料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让我们不消耗勺子就能完成香料呢 当然有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中 如果失去了一个勺子 就可以按ESC键来退出活动界面 直接开始下一把 当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放置香料的规律之后 就可以在不消耗勺子的情况下完成香料 其实消耗勺子与不消耗勺子 得到的香料都是一样的 都能做出香气四溢的调料 那么做出了调料之后 我们点击活动界面左边的使用调料 就可以将美味的食物 升级为香气四溢的食物 只要吃下这种食物 就能增加我们角色的好感度 然后来到城阁湖 与你想增加好感度的角色进行对话 每次一个都能增加好感度 不过这里要注意 一天只能增加三次好感度 如果超过就无法获得好感经验 你学会了吗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不妨点赞关注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 我是大蕾 我们下期再见 爸爸六